人家所有女孩子求婚都有戒指 你给我戒指了吗 我特想要一个戒指 你都舍不得给我买 但是我送给了你一个特殊的礼物啊 什么特殊礼物呀 不就一个口哨吗 那口哨你说我有用吗 对你来说它是一个口哨 但是对我来说 它是独一无二的求婚礼物 什么口哨 就是可以催想的一个口哨 这是你亲手做的 买的 那怎么独一无二呢 我发钱我也能买啊 因为人家求婚就用婚件嘛 但是我求婚就用了口哨 我知道我脾气不太好 我当时就跟他说 如果说我经常惹你生气 你催想口哨 我会第一时间来到你的身边 会听你的话 他姐姐的口哨有用吗 当时他说 他一不听话我吹 吹了他就会听话怎么样的 有一天吵架 拿着口哨我就吹 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听了吗 没有 他把我抱着 不让我抱着 他当时准备吹的时候 我就抱住了 因为他非要把我们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 我说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真真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 我一定会把你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 让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 都知道你 那为什么要等到 接到婚时才发朋友圈 那现在群里不都发吗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 总是这样不信任我 吵吵唠唠唠 我觉得我自己 心里面也很烦 我是觉得他对这份感情 他自己都不坚定 那我怎么能安心啊 我觉得他现在 总是这样怀疑我 突出地方我 严重地影响到了我的工作 有一次我到区县去工作吧 然后来回开车 好几个小时 我晚上回到重庆 他又和我吵 又和我闹 那你不是就跟那个公司的 女同事聊 爱妹的女同事 一块去的吗 那你不把我支开 我怎么就生气了 你回来 那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 我不是把你支开 我也跟你说了 那天那个客户 他没有要化妆师 你明明知道他就会去 说你才故意支开我 有的时候我觉得 很多事情是 子虚无有的事情 比如说他有一次 他还冲了头发 我高高兴兴地 回他去了 我觉得里面的声音有点大 我就到店门口去玩手机 他又觉得 我是在和其他女生聊 爱妹啊什么的 又和我吵 那你在店里面 不是看得好好的吗 你又不是心里有鬼 你往外面跑什么样 当时里面的声音太吵了 说说我到店门口去玩 我觉得比较安静一点 我在镜子里面反光 我都看见了 他就一直在那里 跟人家聊得可开心了 还在那里打字 我看了一个搞笑的段子 然后我就评论了一下 那今天我问你 你也对我发那么大的火 因为当时我也是 气不打一出来嘛 因为你总是这样怀疑我 就因为这个事情吧 他又给我爸妈告状 因为我觉得我管不了他 我只能让叔叔阿姨 就说说他 你们俩为什么不分手啊这样 闹这么多别扭 现在分不了 也就不好 因为我两个都订婚了嘛 婚照照也拍了 酒席也订了 彩礼钱他也给我加了 你说现在如果退的话 退了彩礼 退了婚席 为了自己的幸福嘛 这有什么呀 咱们都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我自己现在就是特别纠结 到时跟结婚还是分手了 就如果说这个能退酒席的话 你选择不结了是吧 不是说退酒席不结了 就是说现在他爸爸 亲朋好友我都知道 那没关系嘛 你自己觉得合不合适吗 我自己也特别纠结 后悔不 我 说实话 我不后悔 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 折腾一个女孩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折腾他 是他不信任我 处处提防我 真的是 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他吧 我心里面肯定有他呀 不然的话我们分分合合好几次 我不会主动去和他和好 但是是他自己不信任我呀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他看这十本书 他会越来越棒 他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